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用生菜做好吃的 首先把生菜掰开 洗净之后沥干水分 放在一旁备用 接着再准备半根胡萝卜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小碎丁 一把大蒜 洗净之后用我的铁砂掌拍成蒜末 一把小葱切成葱末 全部都放在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 水开之后加一勺盐 一勺油 然后把生菜放进锅中 焯一下水 焯水的时间不宜过长 控制在一分钟之内就可以 然后捞出沥干水分 摆在盘中备用 再次起锅烧油 油热之后把蒜末葱末 还有胡萝卜末放进锅中 大火爆出香味 然后往锅中加入适量的开水 再加半勺盐 一勺麻辣鲜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用铲子把材料搅拌均匀 淋入盘中 美味继成 生菜的这个做法既简单又美味 全程不到十分钟就能够做好一道菜 是懒人最喜欢的一道快手菜 这道菜的蒜香味十足 口感非常的鲜美 营养也很丰富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做吧 我是橘子姐 每天分享懒人一半食谱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